我们今天难在哪里呢 难在丧失之心 不相信自己 信心本不可思 不相信 于是 对持民 对佛列 对禁教 就不能不回了 这怎么办 唯一的方法 深入尽藏 这个禁藏 我说的深入 也满深入 就在这一步经上下功夫 标准一千遍 一千遍 还不能完全相信 再一千遍 真的 这是我亲自见到的 有人念到六千遍 真有一步经从头到尾 他完全能背诵下来 不错一个字 相不相信的 还是不相信 这是什么原因 烦恼稀奇在中 虽然是 诵经六千遍 真诚心 没出现 贪嗔诚持慢 没放下 尤其是傲慢 我们经历过这些四了解 什么人 学经教的利益 真诚心 清净心 恭敬心 才得利益 中国古时候 用心好 从小培养你 孝心 尽心 孝养父母 把老师看成父母一样 他有孝尽的心 所以 容易欺辱 千遍醒了 一千遍下去 根深跌骨 没有咋念 没有往下 我见到的时候 用功夫用的很深 没有得到效果 最明显的 就是他傲慢 尤其是 读得那么多 觉得自己比别人高 别人都不如我 这个有 这也很不便